台灣時間8月26號白瓦對上海盜的比賽 Lukas Giolito投出了本季第一場玩打比賽 帶領白瓦4比0獲勝 等季目前角出3.09反應率與2.70FIP 43.2局的投球中紅標58式三陣 是白瓦並列每年中區第一的大功臣之一 事實上 Giolito在兩年前 還只是發展令人失望的頂級新秀 但他做了什麼改變 讓自己起身聯盟一線強投 大家好我是波朗森 歡迎收看第二集的球員觀察室 Giolito在高中時期就已非常出名 這塊球速已經能飆到降級100英里 甚至被球探封為地表最強高中右投 2012年也就是Giolito高中BN2年的3月 他上到持股負屬任代而整機報銷 而且在確定有大學年的情況下 Giolito的姿態就相當的高 對他來說沒有高的簽約金 他就去念大學就是這麼簡單 但有大雙一律與腰價過高的情況下 弘平仍在第一輪第16順位把他挑走 並端出292.5萬美金的高額簽約金 最後讓Giolito點頭加盟 而簽約之後他在8月底跑去拍刀 一直到隔年季末才復出 復出後的Giolito在小聯盟升級速度相當平穩 自13年開始年年入選聯盟百搭新秀 201516年還連兩年位居百搭新秀第三 當年的球探報告給了Giolito直球 曲球超過70分的超高分 雖然小聯盟三陣沒預期得多 但無損他這位頂級新秀的綜合比價 2016年首度登上大聯盟 可惜國民等不到Giolito兌現天賦的那一天 因為急需一名開入先鋒等級的外移手 則對在2016年季後向白襪購買了 拼命三郎Edden Eaton Eaton的各項條件幾乎都符合國民當時的需求 還加上因為跟白襪間有超便宜場業在身 而增加他的交易價值 國民為此交易端出了三隻頂級新秀投手 包括Giolito在內才跟白襪換到了Eaton Giolito到了白襪之後 在2017期末又上來大聯盟 雖然七場的先發繳出2.38的法律率 但他的三陣卻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飆高的保送 讓他該機的FIP與法律率落差相當大 球數也退化非常多 而這些不安的因素在隔年完全反映在傳統層級上 總和完整球技下來繳出了6.13的法律率 5.56的FIP 三陣率16.1%與11.6%的保送率 甚至是該年的保送王 但僅僅過了一個冬天 Giolito在2019賽季突然投出了突飛猛進的成績 整季投出3.11的反映率與3.13的FIP 三陣率32.3% 居然比前一年超過一倍 與8.1%的保送率 投數回升到了94.3英里 成為白襪正宗王牌投手 今年第一場比賽被雙城打爆之後也迅速回穩 但在本週投出了13K的無安達比賽 再度為自己的人生寫下里程碑 當年一度認為被養壞的頂級星秀 終於在大聯盟舞台發光發熱 我們就來看看2018年跟2019年以後的Giolito 究竟做出什麼改變 讓他成為聯盟的搶頭之一 首先他把自己的揮避動作大幅縮小 2018年Giolito一直都有意識到自己球速控球近視的問題 整個賽季幾乎都在調整自己的投球機制 只是都徒牢無功 昨年春訓他大膽的重新打造投球姿勢 除了開始使用加重球訓練外 使用RefSoto記錄自己的姿勢來矯正投球動作 這是一套類似Trainman系統的設備 但更為輕巧且方便架設 是訓練時能追蹤各項數據的記錄工具 其中修正最大的地方是 Giolito過去在啟動投球時 灰避延伸軌跡會有過大問題 接著手臂拉到最後時打者看得到他的握球 也就是說對手都已經識破你要投的球種了 所以Giolito把他的投球迴避改得很小 有讓他投球更省力更有效率外 也讓他的長球長得很成功 相同的改變可以看到白襪利明投手 也就是跟著Giolito一起打包 被送到芝加哥的Reynaldo Lopez 他空有接近100英里的速球 但表現極不穩定 今年熱身賽時就有看到他的動作也被大幅調整 可惜賽季第一場被打包之後就受傷 之後他能否藉由改變姿勢大幅提升投球穩定性的擁戴觀察 Giolito今年的直球均速可以丟到94.1英里 搭配曲球、滑球、變速球 其中以變速球為主要的武器 使用量從18年的15.3%成長到今年的34% 我們常說要對付左打者變速球是不可過缺的武器 Giolito將這個理念發揮得非常的好 今年左打者面對他的變速球揮空率高達42.2%是生涯最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場無彎打比賽中 海盜擺出了7名左打者 Giolito這場對他們使用變速球的比率高達46% 並製造了13個揮空 搭配高角度的速球 讓打進的立板就平落的海盜整場都被壓制 總結來說Giolito靠著大幅修正的投球機制 找回小聯盟時期的頂尖評價 才剛過26歲的他若能保持健康 像是白襪的新世代王牌投手 白襪在過去幾年靠著交易掉Crissell and Eaton Jose Quintana等人收進了各隊頂級的農場行秀 在今年已經開始開花結果 雖然開季表現太不穩定而遭到新加盟的老將打Sky Cole批評 但近期戰績回穩 今年非常有機會從北連中區突圍成功打進Giol賽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請您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追著臉書或追蹤IG 這裡是深筆45度 我是波浪生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